而民进党立委当选人郑云鹏 他原本要在立法院办公室 递前立委沈富雄留一个位置 没想到这消息一出被网友是骂翻了 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不理解了 因为沈富雄有很多的正义言论 都是批评绿营的 那么现在却想回来找张桌子 有网友就苦劝郑云鹏不要请鬼拿药单 那么之后呢 沈富雄就在自己的脸书上发表了声明 说自己不当国会助理了 免得给郑云鹏添麻烦 而且还感叹在台湾想要知心报国 还真的是连门都没有 政坛老将沈富雄打算重返立院 当子弟兵郑云鹏的助理 没想到消息传出才短短一天 网路留言就炮声四起 郑云鹏的脸书被灌爆 支持者心灰一冷地说着票投错了 早知道不投你 讽刺郑鹏嫌票太多 痛批他找来沈富雄是恰鬼恰有多 还有人语重心肠苦劝 此人绝不能用 将近四千则留言疯狂戏斑 那网路上面有很多的留言 那我也有很仔细的去看了 那我虚心受教 那这个事情有引起很大的风波 那这一点我也会在虚心检讨 虚心检讨 郑云鹏只能默默当剑靶 这一切当事人沈富雄看在眼里 脸书发声明感叹报国无门 放话不当国会助理了 这个状况我尊重他的决定 那对事情发展到这样也出乎我们的意外 那我自己现在感觉蛮难过的 政坛姑娘沈富雄 国会助理当不成 看起来委屈 但网友可不领情 狂酸民进党要是不给位置 那不然加入国民党 还有人力求沈大佬饶了郑鹏 绿营支持者在补刀提点 要沈富雄别忘记民进党失事 这八年他是如何火上浇油批评 历历在目的舆论 让昔日的政坛大炮 如今感慨只是想找事做 却连门都没有 缓日新闻 陈明燕玲玲 台北蔡芳报道